不只是攻击美国温土 西方推测中国将获得洲际反舰导弹 他们的推测能实现吗 近日五大大楼最新发布的中国军力报告 关于核力量部分 重点提到了中国可能在发展 带有常规弹头的洲际导弹 在过去的节目中 我们提出过一种观点 虽然很不划算 但是中国需要拥有使用常规武器 对美国本土的对等打击能力 当然这种说法目前仅仅存在于 美国对中国洲际武器技术发展的猜测 这两天西方的军事媒体 关于中国发展常规洲际导弹的推测 又提出了第二种可能 那就是中国将会发展一种 能够从中国本土或者从太空 直接打击更大范围内的 西方军舰的武器系统 这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中国将获得在全球范围内的 反舰弹道导弹或天机反舰导弹 西方的推测应该包括两种可能 其一是中国发展的东方26 东方27反舰弹道导弹 从陆里发射就可以打击 西太平洋更大的范围 也就是能够覆盖第三岛链 那么如果将东风31也变成一种反舰弹道导弹 那么中国火箭军有能力在更大范围内 以敌方的军舰交代 这恐怕就是以路制海能力的终极版 第二 中国可能会发展一种轨道轰炸系统 从太空上发射反舰导弹 以便能够在世界范围内攻击任何军舰目标 从战略上讲 中国获得以美国航母战术群 在远洋对决的作战力量之前 建立这样的远洋反舰作战体系 可以阻止美国军舰在国际水域对中国商船的威胁 美国政客已经不止一次的叫嚣 未来武力干涉台海的最好手段 就是阻断中国海上能源通道 美国军事观察家杂志认为 中国已经试验过洲际射程的高参数滑翔飞行器 未来完全有实力发展出一种 让美国军舰难以抵抗的全球天机洲际反舰武器 现在的问题是 美国媒体的这种设想能实现吗 这涉及到一个技术问题 洲际常规导弹或天机轰炸系统 如何实现打击移动物标的能力 这个技术门槛是非常高的 基于中国没有全球性的军事基地 对全球范围内的海上目标的打击 几乎都要依赖天机卫星侦察网络 这也意味着 中国卫星要具备对舰船的实时跟踪和数据传输能力 包括红外光学和雷达卫星网的建设 而且要以洲际反舰导弹进行实时的目标数据传输 这个技术难度是非常大的 一般而言 洲际导弹的飞行速度超过20马赫 要打击上万公里外的目标 飞过去也需要20分钟到半个小时 这个过程 对方的军舰一直在移动 其涉及的导弹变轨数据就需要一直在更新 要不断地对导弹进行导引 最关键的是需要对打击目标的连续跟踪能力 以及实时以洲际打弹进行数据传输 就目前的情况下 中国已经具备了在自己家门口 对海上目标的实时监控能力 但是要在所有的关键航道上都拥有这样的能力 有一定难度 比如需要发射更多的侦察卫星 第二个是洲际导弹打击移动目标 还涉及到导弹的减速和末制导弹体 一般来说 高超越数导弹如果飞行速度不是特别高 但是这种导弹打击洲际海上目标所花的时间比较长 而弹道导弹的飞行时间虽然比较短 但是导弹的速度过快 又会出现严重的黑弹问题 其末端制导时估计也要减速到能够使用雷达制导 再加上没有无针巴这样的平台进行末端的侦察配合 那么锁定移动目标的可能性也存在了疑问 中天而言中国虽然从现有的技术储备角度来看 似乎已经具备了列装洲际反舰导弹的潜力 但是真的实现起来还是有一定距离的 当然只要中国认为真的需要这样的能力 那么总有一天这样的能力就能实现 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到那个时候 中国军队的以路制海战略将是无敌的 足以保护中国海上能源通道的安全 或者是让谁也不敢威胁中国的商船 否则我们就让他们的军舰不安全 这样的对等恐怖平衡 必然可以让美国的反华政客们头脑冷静一些